大家好我是江明忠 大家好我是洪月明 月明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啊 今天是5月5號星期四下午的2點42分 那我們現在在新市的安利兒藥局 那我們今天過來的目的呢 就是要來看一下說快篩地圖到底準不準確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反應說 快篩地圖上都還看得到貨 但是到了現場卻鋪了個空 那以及說到底政府這樣子撲貨的量是不是足夠的 那我們也跟現場的民眾做一個互動 那我們目前看一下這個藥局的部分剩多少呢 我們目前看到這間安利兒藥局 他目前是剩23套 那我們去排隊看看 好 所以現在還能在排嗎 對 我們在這裡 所以全部是排這裡嗎 沒有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OK 那我們變成沒辦法 連號碼排都沒有 OK那我們找其他的藥局 往前走 新何德藥局目前顯示60份 那比較多 可是我記得他上面有沒有備注 是看他的時間 因為有的好像是2點半才開始銷售 對 有的是2點開始銷售 那安利兒藥局他就顯示說 他是週一到週日下午2點開始 然後到售完為止 OK所以他剛剛我們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現場排隊的人已經說沒有了 就表示他已經控制 已經有藥局的人員出來問過 大家要購買的量 那其實已經配發完 他現在只是排在那裡 等一個一個過卡片跟系統 對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的新何德藥局 他目前顯示是60份 庫存號60份 是 但是他是2點15分發號碼排 2點半開始販售 售完為止 是 不過我猜應該也是沒有了 我猜應該也是大家排得差不多了 對 這是其實一個藥局 才一天配發78份 真的是數量太不夠 老實說是真的不夠 對 而且尤其是 如果家裡還有小孩子或長輩的話 對 其實有幫忙拿健保卡 那我就我知道的是 你健保卡其實手上 一個人拿個兩三張 今天是星期二 不好意思 今天是星期四 所以是雙數號的人買 那有的藥局會要求說 即便你手上拿了兩三張 雙數號的健保卡 你買完一份之後 還要再排一次 對 噢 噢 嚇死 意外差距差點 OK 所以大家知道開車的時候 麻煩顧一下行人 對 OK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立即就遇到 像我有兩個孩子 前兩天就遇到學校 就直接突然通知我們 麻煩要把小孩子帶回家 你知道兩個孩子 然後我們就立刻就想說 既然學校有人確診了 我們回到家就要立刻用那個快篩的部分去測 還好我之前已經有先備好 我覺得的話像 我們小孩子很多的同班的家長 他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因為他們家裡並沒有準備這些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第一線的人員 衛生局那邊已經塞滿了 所以就變成他幾乎是沒有辦法買到 沒有辦法拿到公費的快篩 所以現在就是到了世界新何德藥局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 而且明天才是我們的號碼開的 所以現在是已經 先來問一下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說他們號碼還是已經發完了 已經發完了 已經發完了 幾乎沒有辦法買到 那我們還有在其他藥局嗎 是還可以往下走 目前有一間是已經顯示完售了 完售應該就不用過去了 這間慶豐縱紅藥局是已經完售了 那唯一還有一間的可能性 可是他是不是他的 大樹新式藥局 但是他是要下午四點 兩點半開始消消消 錯 下午四點才開始 喔他四點才開始消消消 大樹新鮮的下午四點才開始 所以幾乎是沒辦法 你即使是往前那一個也是紅色的狀態 是 好 我們就是要來訪問一下 你們看他們是不是後王的經驗 對 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已經都沒有號碼牌了 對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所以你們是什麼時候就開始牌了 兩點 兩點就過來牌 那這是第一次牌嗎 還是之前就有牌 第一次牌 所以我們也 今天應該是買不到 對 看起來是買不到 所以其實一間店 估78分 老實說是真的是供不應求的 OK 好 那所以我們要再走下一間店 他好像前面還有一間 還有一間 還有一間嗎 因為 可是你講了 有的藥局他或許不會顯示在 對 上面那一個 這一個 這個嗎 對 我們目前就是在 我們目前就是在 我們目前是在 這一間 不好意思 這間 這間 我們目前是在 我們是往南 那我們剛剛沒有還有一個 還有一間新河的 對 OK好 也是2點15 對 可是他上面已經顯示了 粉紅色 就表示他數量也已經快美了 對 對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 可以要整理一下他的畫面 所以說其實 大部分民眾遇到的情況 會遇到說 上面顯示還有 但是實際上已經販賬完了 就是這種情況 是 因為大家已經先提前把號碼牌拿完了 結果他上面還來不及更新 結果導致說民眾到了現場才發現 其實就已經沒有號碼牌可以拿了 對 就完全是不空的情況 因為大家要知道就是 我們在做這一個快篩地圖的時候 他依賴的是健保署的資料 但是健保署的資料必須要每個藥局去通報 但是每個藥局他一定要過了卡 健保卡插卡之後才可以去減那個數量 這樣一個過程因為他太冗長了 所以很多的藥局為了要加速銷售 他會變成他用發號碼牌的方式 就直接告訴後面的人你不用再牌了 避免說像在北部就有發生過說 因為排了很多的人 但是最後發現你有排隊的人 實際上根本買不到快篩 因為已經賣到一半就賣完了 結果還是在被花時間空等 對 然後就造成說很多的糾紛發生 所以這件事情對於藥局來講 他們也是不得不這麼做 但這件事情就是拉回來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現在第一現場沒有足夠的快篩 這些事情我們一直在講超前部署 可是部署了那麼久 我們的第一線的PCR的篩檢量不夠 那現在又遇到快篩的數量不夠 然後現在整個疫情的大爆發 像今天好像說突破3萬例 這樣一個情況下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真的很容易陷入恐慌 所以你自己身邊的情況 你有遇到大家會要去找快篩這件事情嗎 是會的 可是說實在是很多是一般的上班族 他們也很難在一般的上班時間 大部分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也很難在2點這種情況下跑出來排隊 即便大樹藥局是4點 那大多數的上班族其實也都還沒有下班 所以剛剛也有提到說 即使你自費快篩買不到 但是我們連公費快篩 像我小孩子今天是算那個3加4的第三天 到第三天我們還拿不到公費快篩 如果說像我孩子的同學那樣子 變成他根本家裡沒有背著快篩的情況下 遇到這種情況真的是求助無門 那但是如果你公費快篩到第三天還是第四天才拿到 其實你已經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疾病它的擴散已經發生了 所以很可能就是說如果真的有病毒走進家裡 那等到你拿到快篩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全家都已經中獎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會加速它整個疫情的擴散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的數量會這麼不夠 以及說我們柯文哲市長已經有建議過了 為什麼你不願意做到說一方面補充快篩的量 另外一方面是快篩一旦陽性的時候 能不能就直接視為確診 然後儘快的投藥儘快的給藥 然後讓它的病症可以有一個有效的疏解 而不是一直等在行政程序完成這樣子 這樣一個情況其實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其實很難去解決這個問題 以及說我們對於傳染病這件事情 我們的要求行政程序非常的融長 會造成其實大家等到行政程序完成 其實整個疾病的擴散都已經發生 全都已經來不及了 是啊是啊 但是這也是合規到最後一個點 到底中央的超前部署到哪裡去了 是啊 人民完全無散 超前部署到導致每間藥局每天只有七十八份的量 對 可以使用 現在變成說大家要一件藥局一件藥局的問 雖然我們目前有快篩地圖可以使用 但是基本上快篩地圖上面看到的數字 有數字的你到現場基本上都已經號碼牌發完 沒有數字的大概也不用去嘗試 你看我們現在出來 我們已經看過三間藥局了 我們還沒辦法買到任何的一盒藥局 快篩 那更別說 好我們那間也不用去了 他直接顯示沒有了 就在我們剛剛走路的過程中 直接顯示沒有了 對 直接顯示 直接變成黑色 直接變成零黑色了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在移動的過程中 整個快篩就沒了 今天你看新市 就在這是一個鬧區 事件藥局 我們找不到任何的一盒快篩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遇到非常緊急的狀況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自保 尤其南科地區 先不論以負極數來講 南科地區已經吸引了多少的 從外地過來的就業人口 那我們整個新市市區 目前看起來以地圖快篩 快篩地圖來看 只有五間藥局有鋪貨 是 那你五間藥局有鋪貨 一間78 78份 等於說也才390份 那新市的總人口數多少 你覺得這390份夠使用嗎 我相信是很難 是 那尤其是在上化南科的人口 或許他在上化買不到 或是比較他住在上化比較靠新市這邊 他反而會選擇來新市這邊買 而不是在上化買 對 可是看起來連上化也沒 是 目前看起來是上化也是完全都沒有 是 你看其實從兩點到現在其實都還不到一個小時 是 其實大部分全都已經是黑色了 在新市這邊的藥局大部分都是2點左右 或者2點半開賣 那你看才開賣3、40分鐘的時間裡 所有的數量都已經被搶購一空 那剛剛有看到另外一個藥局是下午4點開賣 那我們也大概可以猜得到現在過去大概就有人在排隊 這樣一個情況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對 尤其像剛剛我講的 現在大多數人都是正常時間的上班族 尤其是現在的家庭大多數還都是雙新家庭 你小孩子在外面上學或是接受保母照顧的時候 你家長你要有怎麼有那個空檔 能在2點的時候就跑出公司去排快篩 排個一個多小時再回去公司呢 對 我相信這是大多數人沒辦法做到的 而且其實你剛剛會發現整個排快篩的過程 他其實也是一個群聚的情況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自己身邊有那樣的疑慮的時候才會想要去買快篩 但是你買快篩的過程又跟大量有疑慮的人然後去群聚在一起 其實也是某些程度上也是在加速這整個傳染品的擴散 我們今天其實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辦法買到任何的一盒快篩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紀錄是要告訴大家 目前快篩缺貨的情況是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希望政府該看到這麼多民眾的反應 這麼多實際的狀況的時候能夠儘快進口更多的快篩 那月明你這邊覺得說今天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政府說呢? 我相信中央或許還要再更努力一點 就是說避免民眾這樣子造成困擾跟恐慌 甚至花了更多的時間 你看他那個實名字快篩已經賣完了 對已經賣完了 這其實造成很多市民的恐慌跟無助 今天我需要快篩 結果我四處跑 結果我買不到 那我今天是雙號 代表說我還要再多等一天 後天我才能再來嘗試看看 但是就像你講的 我過個三四天我才買得到快篩 那基本上就來不及 對啊就基本上已經擴散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在說即使沒有快篩 那你為什麼第一線的PCR的能量又這麼的少 你像現在必須要拿到快篩的陽性 你才能夠去做PCR 但是連快篩都找不到 然後剛剛有提到 你包括公費快篩的部分 他其實在發放的速度也沒有跟上 目前疫情擴散的速度 我們真的覺得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 要有一個更積極的作文 避免說讓大家整個民眾陷入恐慌 好 而且其實我覺得部長那時候他有提到一點說 他怕快篩賣的太便宜 會導致大家想要囤貨 這點我就是非常的 搞不懂狀況 對 非常的抑鬱了 照理來說 正常人是不會想要每天每次在那邊亂捅 對啊而且捅那個真的很不舒服 已經捅了三四次了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相信請阿中部長 多體諒一下民情 好多來思考 照正常人一點的思考模式 對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任務就進行到這裡 我們大概就是任務是失敗 我們沒辦法買到任何的快篩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盡快政府的部分可以想辦法 讓藥局更多的庫存 讓大家都可以取得快篩 然後來一起度過疫情的高峰 好先講到這邊 我是江明忠 我是洪月明 那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聊 拜拜 拜拜